欢迎收看重返游戏,我是专注剧情的重返哥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对马岛之魂 本作故事背景设定在蒙古的鼎盛时期 也就是还差五年征服南宋统一中国的1274年 蒙古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时代背景之下 当蒙古远征军登陆征服日本的第一站对马岛之后 男主二人的舅舅也就是对马岛的大领主 立即带上男主和青大武士一共80人前来应战 由于敌众我寡,所以这次任务无异于自杀 但只要取到敌将首级,是必可以放缓蒙古军的攻势 为连仓不服,争取更多的时间 在开战之前,按照武士传统需要先进行武将单挑 于是舅舅安排了对马岛第一剑客 郑阿姨的老公前去找蒙古首领单挑 但首领端了一杯猛火油走了出来 拖到郑阿姨老公的身上,接着一把火点燃郑阿姨老公 最后一刀无情地砍死了郑阿姨的老公 对马岛第一剑客引落之后,兄弟们被不按套入出牌的敌人惊呆 于是一只穿云剑下去,就朝敌人冲锋 打算冲进敌阵获取敌将首级 一顿骑马鱼砍杀后,阿姨身中束剑,倒地不起 而舅舅也被敌军擒入,暗倒在地 接着首领过来自我介绍了一下,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 然后首领走过来把手架在了舅舅的肩上 说兄弟,我记你是条好汉 还说只要你投降之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其不美哉 但这就毕竟是老武士了,所以一言不发地拒绝了首领的美意 等阿仁醒来后发现自己的盔甲武器全都不见 而且自己好像是被人救下,安置在一个隐蔽的小山坡 阿仁下了小山坡后,来到了蒙古兵正在掠夺的村庄 在一个民宅里找到了自己破损的盔甲 当阿仁打算空手去钢蒙古兵时,却被刚回来的阿奈爱了回去 然后蒙古兵就闯进房间,问阿奈所要粮食 于是阿奈立即让阿仁先躲起来 然后假装害怕,告诉蒙古兵家里有米,请笑纳后 从背后一个被刺放到蒙古兵,最后又是一顿乱桶捅死了蒙古兵 由于阿奈先前加阿仁的配刀卖给小麦布,用来换取药物和食物 于是阿奈就带着阿仁去小麦布打算要回配刀 于是阿仁先是做了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 然后阿仁就从阿奈的口中得知舅舅被俘,关押在了东海岸的城堡中 阿仁一顿躲躲藏藏后就来到了小麦布 结果发现小麦布老板已经遇害,而且物资也被洗劫 但好在阿仁还是找到了自己心爱的配刀 接着阿仁就陷入回忆,回想起年少时 在那缓缓落下的枫叶之中,与舅舅舞刀弄剑时的美好时光 但美好的回忆在一个蒙古枪兵的到来后戛然而止 由于是阿仁拔到一顿乱砍,枪兵变一身而倒 结果阿奈就带着阿仁去马场找马逃离村长 但必经之路上再次出现了一对蒙古兵 阿奈说我们可以留到他们后面,然后暗杀他们 一顿刀光剑以后,阿仁不仅干掉了蒙古兵 而且还救下了马场老板,和他怀里刚失去母亲的墙保 送走马场老板后,阿奈夸阿仁真是好心 于是就穿着打铁,说自己哥哥阿龙被蒙古人抓走了 看阿仁能不能帮忙救一下 阿仁听后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但是得先救了他舅舅再说 为了防止阿仁赖账,于是阿奈就粘上了阿仁 接着阿仁就来到了马厩 一人选了一匹白给的骏马后,火速抵达了东海岸城堡 到了城堡外围后,阿奈说我们潜行继续救人吧 阿仁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可是振女武士 于是阿仁让阿奈在门口等他,自己则走大门朝城堡进发 阿仁先是单挑了一个蒙古兵 然后对着其他蒙古兵一顿手挤刀落 就到了城堡内部的门口 接着阿仁吼了一嗓子后,蒙古首领很爽快就出来应战 因为毕竟阿仁又不是对马岛第一剑客 由于这里球长开了索写卦,所以阿仁很快就败下阵来 接着首领就打算招呼阿仁 等阿仁上了一刀,就让首领觉得非常没面子 于是首领就抓起阿仁,一下把他顶到了桥下 接着阿仁又陷入了回忆 回忆起父亲当初剿匪失利,在被杀之时求阿仁救命 但阿仁因为软弱而无能为力 眼睁睁地看着父亲死在了他的面前 事后阿仁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但舅舅在葬礼上对阿仁一顿理解和安慰后 最后才让阿仁走出了心灵营 从事信心还成为了舅舅的侍从 单单不死的阿仁没过多久再次醒来 他就在沙滩上再次感觉到了软弱和无能为力 接着一道清风醒来 阿仁顺着清风就再次遇到了阿奈 阿奈安慰了阿仁后 阿仁说首领对武士的行为了如指掌 如果想取胜的话,看来得换个思路了 突然蒙古侦察兵冲了过来 阿奈带阿仁在草丛躲避了追捕后 阿仁就说他需要石老师和郑阿姨的帮助 于是阿奈又趁热打铁 说他哥哥阿龙是对马岛第一铁匠 有了他制造的工具后进入城堡示范工位 于是阿仁就火速赶到了关押阿龙的营地外围 阿奈说蒙古人听到动静会杀掉俘虏 所以他们得潜行救人 阿仁说那怎么能行 他答应过舅舅不能打破武士信条的 阿仁于是就说这不是打破,这是掰弯 阿仁觉得阿仁说的有道理 于是到了营地入口抽出了邪差 悄悄地热到一个蒙古兵身后 一个被刺下去,然后一顿乱捅 刺杀了蒙古兵,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接着阿仁又陷入了回忆模式 回忆当初舅舅叫阿仁 武士应该如何处决敌人 舅舅说处决敌人不能因为愤怒一顿乱砍 而是一定要盯着对方的双眼 带着荣誉光明正大的处决敌人 回忆结束后阿仁他们就进入营地一顿被刺 干掉了一些蒙古兵后 他们并未找到阿奈的哥哥阿龙 而是救出了一个斗力帮的人 与斗力帮的人分别前 阿仁从他的口中得知 阿龙被转运到了一个海湾营地 接着阿仁就说那边防御森严 不好潜入进去 于是阿奈就说有个人可以帮他们 另外阿奈还说一旦帮忙救出了阿仁舅舅 他就会和哥哥离开这里 希望阿仁能够理解 阿仁答应后 阿奈于是继续找可以帮忙进入海湾营地的人 暂时与阿仁分开 而与阿奈分开后 阿仁就来到了石老师的盗馆 在盗馆里阿仁看到了打斗的痕迹 继续调查后就在一个小屋找到了石老师 阿仁上来就让石老师帮忙救他舅舅 石老师说没问题 但是你得先帮我找到失踪的女徒弟阿巴 最后阿仁发现了阿巴投敌的证据后 遇见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幸存者说阿巴当了日监 还杀了他老婆和其他人 然后幸存者也因伤势过重而身亡 最后阿仁就和石老师一起 在温泉村大战阿巴带领的蒙古兵 救下了温泉村的百姓 虽然他们没有遇到阿巴 但阿仁获得了石老师的信任 所以石老师就答应阿仁 郑阿姨家后发现这里也有打斗的痕迹 但却未发现郑阿姨的踪迹 在阿仁干到了一群盗贼后 阿仁顺着踪迹找到了一头死马 赶头一看发现这是要找的郑阿姨 郑阿姨上来就问他老公还好吗 阿仁说他老公被蒙古首领殷死了 现在他要救他的舅舅 看郑阿姨能不能帮忙 顺带可以替他老公报仇 郑阿姨说他们家都被人灭门了 阿仁听后非常气愤 于是就决定跟郑阿姨一起找出幕后黑手 并将其绳之一法 之后阿仁就陪着郑阿姨 去祭奠了郑阿姨死去的家人 接着郑阿姨就让阿仁去寺庙 找一个扫地僧套套话 然后让阿仁去找一下盔甲师 拿回赠送给阿仁的绿色盔甲 接着他们就开始跟踪扫地僧 来到了一个强盗营地 于是阿仁一阵乱砍见面强盗 然后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了扫地僧 郑阿姨让扫地僧共出同伙 但扫地僧很讲义血 于是郑阿姨一阵乱砍 干掉了扫地僧 结果阿仁找到了参与面门的黑手名单 郑阿姨看到后 觉得应该就是名单上面的人干的 因为这些人曾经是他们家的下属 于是阿仁就说一定会帮郑阿姨清理门户的 郑阿姨听后深受感动 于是就说攻打东海岸时一定到场 然后阿仁就暂时分开 搞定郑阿姨后 阿仁听那名说树林闹鬼 于是阿仁就来到树林探探虚实 阿仁来到树林后鬼是没见到 但是遇到了蒙古兵 就在蒙古兵要攻击阿仁时 突然被人一顿乱砍 抢了人头 接着阿仁就发现 抢人头的是儿时的好友阿三 而且他现在混得还不错 已经成了浪人组织斗粒帮的头目 然后阿仁就让阿三跟他一起干 说只要救出了舅舅 荣华富贵想着不尽 之后阿仁一顿乱砍 干掉了包围过来的蒙古兵后 他们就一起来到了斗粒帮的营地 看到了机场入入的斗粒帮众 阿仁说大家不要害怕 我知道一个蒙古营地 只要进去一顿乱砍 绝对能让大家吃饱肚子 接着阿仁带着阿仁在蒙古营地 一顿乱砍 然后又冲到蒙古战场上一顿乱砍 但最后什么粮食都没找到 忙了半天 阿仁还是没有找到任何食物 带给兄弟们 所以显得非常难过 但阿仁说不要担心 他这里有蒙古军的粮草运送符 只要用这个找到运粮队 进去一顿乱砍 大家肯定吃得饱饭 阿仁觉得阿仁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要来了粮草运送符 三人就和阿仁按照计划 躲进了阿仁的运酒车里 很快就抵达了关阿仁的营地 把门的蒙古兵一看久来了 屁颠屁颠地打开个大门 把阿仁他们放了进来 之后阿仁就暂时与二人告别 二人潜行在楼顶 接着他们发现了一个日间 在跟一个蒙古队长举报阿仁 说阿仁干活偷懒 队长说他现在只有阿仁一个铁匠 所以不能杀 但日间说他以前就是干铁匠的 于是队长说那好吧 我就杀了阿仁 接着阿仁跟着队长找到了阿仁 在队长要杀阿仁时 阿奈立即冲了上去 一个被刺加连机干掉了队长 救下了阿仁 之后三人逃离了营地 躲过了一队蒙古兵后 他们就遇见了来坚应的阿坚 接着四人骑了一夜的马 就来到了荣屋镇的外围 这里有堆马岛最好的荣屋 于是之前阿仁在救阿仁的时候 看到营地还有其他幸福者 于是阿仁就让阿奈他们先去荣屋镇 他再回营地看看 随后再来找他们 等阿仁来到荣屋镇后 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蒙古兵 于是阿仁又是一顿乱砍 结束了这群蒙古兵的生命 之后阿仁找到了阿奈 阿奈说这应该是侦察部队 估计后续还会有蒙古兵过来 所以建议大家转移阵地 但阿仁说那怎么能行 我们应该选择硬刚手下荣屋镇 恰恰阿奈也跑累了 于是阿仁一拍即合 打算镇守荣屋镇 接着阿仁找到了阿龙 让阿罗帮忙制作能爬墙的工具 阿仁说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的助手不见了 看阿仁能不能帮忙找一下助手 之后阿仁就在镇子里 找到了躲起来的助手 还没开口说话 助手就说他老婆孩子现在在河边 看阿仁能不能过去帮忙救一下 于是阿仁一路乱砍 干掉了所有看到的蒙古兵 最后在河边 找到了被蒙古兵追杀的助手老婆孩子 几秒钟过去之后 刚才活动乱抬的蒙古兵 都成了阿仁的刀下王魂 然后阿仁就追下了助手的老婆孩子 由于镇子里还有其他蒙古兵和百姓 于是阿仁就挨家挨户的扫荡起来 一路手取刀落 就像很多老百姓也杀了很多蒙古兵 刚认完身的阿仁回到大熔炉后 跟阿龙说 启动熔炉吧 好戏才刚刚开始 熔炉起动后 看到黑烟的蒙古兵 开始不断的朝这里聚集 又是几秒钟的时间 冲来的蒙古兵也都成了刀下王魂 躲起来观众的老百姓 被阿仁的武艺惊呆 阿龙甚至露出了谜底般的表情 瞬间表示以后要跟人搁混 因为他这辈子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打的武士 阿奈也趁着打铁 说阿仁何止是能打 简直就是战鬼 只要有他在 大家肯定有好日子过 老百姓听到阿奈的演说后 也纷纷表示 阿奈说的有道理 重新燃起了抵抗下去的希望 而东海岸城堡内 蒙古军首领陷入沉思 说他独到的日本武士 都是正面银钢的 为什么现在他手下 这么多被人殷死的呢 他还问阿仁舅舅 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阿仁舅舅趁机喷了首领一顿 但首领却说 等着吧 你侄子早晚会变成你讨厌的人 与此同时 经过阿龙和助手的连夜努力 终于制造出了 虽然看起来很平庸 但是可以推动巨型发展的爬枪钩 接着阿三突然在门外大喊 要见阿仁 阿仁出来后 阿三说大事不好了 蒙古兵抓了他最好的兄弟 看阿仁能不能帮忙营救 之后阿仁就使用阿龙制作的爬枪 一路翻山越岭 从高处潜入了关押阿三兄弟的营地 然后一顿刀光剑影 干掉了看守 救出了阿三的兄弟 事后阿三说了一件怪事 说蒙古人并没有折磨阿三的弟兄 而是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 阿仁随口说 也许这是蒙古人的阴谋 希望阿三小心行事 阿三到了谢之后 就与阿仁再次分开 阿仁觉得时机成熟后 所以就决定进攻东海岸城堡 但当天除了阿三和狗立帮 没赶到之外 其他人都赶到了现场 接着行动立即开始 在爬枪恶喝众人的帮助下 阿仁他们势如破竹 很快就攻入了东海岸城堡内部 但在这里阿仁就遇到了阿三 阿三还是老套路 说兄弟们太饿了 你的赏金又很高 他也是没办法 于是就拔出刀来 要拿阿仁的赏金 一顿刀光剑以后 阿三败下阵来 但阿仁还是不想放弃曾经的好友 可阿三心意已决 呼叫来其他蒙古兵 然后就落晃而逃 又是一顿乱砍解决蒙古兵后 阿仁就进入城堡里面 虽然没有找到蒙古军首领 但是找到了被关押起来的舅舅 接着他们又是一顿乱砍 就收复了多海岸城堡 收复多海岸城堡后 蒙古首领占领了舅舅的北方城堡 于是舅舅安排了阿仁三件事 首先舅舅让阿仁去收复 跟自己有过节的对马岛小的营主 让他来帮忙夺回北方城堡 第二舅舅让阿仁找到欠舅舅人情的走私范 让他帮忙去本土找幕府将军请求援兵 第三舅舅让阿仁回家穿上爸爸的盔甲 攻打北方城堡时展示武士的雄姿 等事情都安排妥当 在等幕府援兵时 舅舅告诉阿仁说找到了阿三的藏身地 接着阿仁就去找阿奈帮忙 阿奈说已经帮忙救出了舅舅 现在他们要离开对马岛了 希望阿仁不要介意 所以拒绝了阿仁 但等阿仁来到阿三营地的外围时 阿龙自己偷跑出来说要帮助阿仁 说就算不能帮忙打架 但可以帮阿仁吸引仇恨 当阿龙一顿臭骂引开营地的士兵后 阿仁来到营地再次与阿三对峙 阿三要劝向阿仁 但被阿仁再次拒绝 随后阿仁就被朵力帮帮助的闷棍打昏 接着首领又过来劝向阿仁 阿仁说别做梦了 于是首领就让阿龙砍阿仁 但阿龙转身一刀砍向首领 却被首领躲开 然后阿龙就惨死在首领的刀下 接着阿仁莫名其妙地自我解绑 然后找回了武器 一个人图了独立帮的营地 最后阿奈冲了进来 看到阿龙的尸体 说这都是他痴迷战鬼的结果 接着又一群人冲了进来 阿仁一顿乱喊后 见面了敌人 伤心地离开了营地 部阻员兵赶到后 部队集结完毕 开始攻打北方城堡 武士们势如破族 很快就通过了外围 但被内城堵在了外面 而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阿仁 一顿独剑射向蒙古兵 然后从背后斩锁了一个蒙古队长 恰巧这一幕 被刚冲进来的舅舅看到 然后舅舅就对阿仁一顿思想教育 在攻打蒙古兵最后居点的时候 阿仁觉得对方肯定有诈 但舅舅还是派兵直接冲了过去 结果被蒙古兵的烈火战车突袭 导致冲过去的士兵全部阵亡 之后阿仁就和舅舅谈话 阿仁说是舅舅害死了这些士兵 还说他明天要潜入居点投毒 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但舅舅却认为阿仁是在搞恐怖主义 违背了武士的信条 劝阿仁改邪归正 走回正面硬刚的正道 阿仁觉得自己这么辛苦一路走来 没想到舅舅这么不理解和支持他 而且还给了他一耳光 最后阿仁就生气的离开了舅舅 接着阿仁让阿奈去采集毒药 阿奈说好的 迎走之前他还把阿龙制作的战鬼面具交给了阿仁 到了晚上阿仁潜入蒙古兵的居点 在他们的食物中投下了毒药 瞬间毒翻了居点内的蒙古兵 接着阿仁又遇到了阿仁 阿仁说给个机会重新做人吧 阿仁说不好意思兄弟 一切都太晚了 也算阿仁拔刀相向 一顿刀关键以后 阿仁败下阵来 最后阿仁补上一刀 解决了他的痛苦 等舅舅进来之后 发现蒙古人又被阿仁咽死了 于是再次对阿仁进行批评教育 说阿仁一定是被阿奈迷惑了 才会干出这样的傻事 而且还说可以让阿奈背锅 千万不要一错再错 赶紧回头试案 最后舅舅让阿仁 在幕府将军的水战面前 正是与战鬼身份决裂 承认自己接受将军的侧风 成为舅舅家族的合法继承人 但阿仁最后坚持自己是战鬼 不是舅舅的继承人 彻底与舅舅断绝了关系 最后舅舅无奈地关押了阿仁 等候幕府的发落 最后在阿仁要被押回幕府审判时 阿奸过来给狱卒送酒 趁机救下了阿仁 最后阿仁找回了自己的战马 然后一路狂奔逃离了舅舅的城堡 来到了对马岛的最北边 而且自己的战马也因身中速箭 不幸战死 之后蒙古兵学会了阿仁的制毒技术 用狱箭射倒了阿仁 醒来后阿仁才发现自己又被按赖所救 接着阿仁觉得蒙古首领 一定会用穴道的毒药进攻本土 决定一定要在他离开北方港口前 将蒙古首领干掉 以绝后患 于是阿仁就立即召集救部 写下了书信留给舅舅 说明干掉蒙古首领的重要性 希望舅舅能够求同存异 一举见面蒙古首领 开始作战后 阿仁他们很快突破了外围 接着舅舅也带正规军赶到了现场 加入了战斗 没过多久 阿仁就遇到了蒙古首领 但阿仁已经不是吸热的菜鸟 所以蒙古首领很快就出于下风 但首领突然撒出毒粉限制住了阿仁 随后又叫手下过来帮忙 自己则赶紧跑回战船回血 阿仁干掉首领的手下后 在战船上找到了首领 一顿手起捞落后 蒙古首领就被阿仁钉在了柱子上 最后阿仁就一刀解决了这个大祸害 接着阿仁就在阿奈的搀扶下 悄悄地离开了战场 最后阿奈告诉阿仁 说舅舅约他在老地方单独见面 随后阿仁就插上便装去见了舅舅 舅舅说将军已经撤销了阿仁的武士身份 并且家产也会被新来的武士接拐 接着就带阿仁去他们的家族墓地 祭奠先祖 祭奠完先祖后 舅舅就说将军已经宣布你为叛徒 并且让他杀了阿仁 舅舅说阿仁是没有荣誉的 而阿仁说舅舅是荣誉的奴隶 最后阿仁觉得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 所以两个曾经亲如父子的男人含着眼泪 分别在树下写下了遗书 然后准备用刀剑解决问题 他们拔出刀剑后 阿仁一顿抗猛剑法下来 舅舅不久就败下阵了 但阿仁已经不再是荣誉的奴隶 所以在给舅舅行了最后一次礼后 戴上了战鬼面具 阿仁就默默的离开了舅舅 感谢收看重返游戏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关注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